潮剧中文小生常以帽赤工、林子工甩发工等表演技巧来表现人物心理活动吸引观众眼球 在《胡不归枯坟》这个参赛剧目中 林外茂运用甩发这一表演技巧来表现主人公平生以为猎人贫娘已经邀网 在贫娘坟前悲痛欲绝的情绪 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我读的是三年的 然后这个甩发工学的非常的少 然后因为又排自一个系 所以又重新基本上是重新来学的 然后绑得非常紧 有时候绑得甩着甩着停得下来 基本上又把试着东西都给抛出来 甩发因为是小生寒当里面一种一种表演手段 他这一次他也是下了很大的努力 下了很大的苦功 你看他的甩发都甩得非常流畅 他的唱也能够把这个人物那个情感宣泄出来 把这种悲痛的那个情感都表现出来 潮剧的座 各个行当都有着一定的规格 及通常所说的城市 潮剧文小生的表演 不仅要唱得好 还要做得到位 此次比赛获得金奖的广东潮剧院演员王瑞光 就是通过恰如其分的做 将夏金山仪戏中 徐仙惊恐失措的情绪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曲线》它是一个文作的一个增 就是在逃出金山的时候 要表现到一种惊恐 很惶恐的一种感觉 但是也不是说你一定惶恐 你就一定要走得很快 动作要甩得很大 但是在从表演方面 还是要比较细一点 就是在你要走的时候 有表现惊恐的时候 虽然是惊恐 但是你的步伐还是要有 从慢到快 很细的一种表演 惊恐的体现的是 一定要在那个脸上 才不会让人看起来 很黄很乱的感觉 黄醉光他扮演了 这个许仙 这个夏金山 这个参赛这个剧目 他就从那个逃出金山 这一段比较慌乱 然后被这个小青追杀 他就表现一个很惊慌惊恐 他这种情绪 然后里边有一些 这个包括鳖座 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墙背 还有一些撂毛 这些都利用这些动作 来表现他这种心情 我觉得他表演 各方面别人都比较出事 刚刚儿历之年的林彦云 已经参加过四届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 并且连续四届获得金奖 创下了一个潮剧演员 难以打破的记录 这一次他凭借饰演战花魁剧目中的文小生 秦忠这一角色 再次获得大赛评委的一致好评 以本次比赛最高分的优异成绩摘取金奖 战花魁一戏讲述的是漫游郎秦忠 在钟情铭记西湖花魁王美娘 历经坎坷后 致成可靠的秦忠终于赢得美娘的芳心 在这一出戏中有一大段 秦忠倾诉对美娘牵挂思念之情的念白 林彦云出自饱和清润 节奏快慢有度 语气中透露着一种思念之情 其实我蛮喜欢那段独白的 就是她对这个战花魁 花魁女的一种牵挂 一种思念这种东西 然后通过几句念白 让公众有一种 觉得这个人物很可爱 而且很真实的一种流露 而且我也觉得这一点很难 从表演上 要把握这个分处 这个尺步比较难 在这出战花魁戏中 常常是琴中一个人在倾诉在诉说 这种没有对手的表演十分困难 但林彦云却成功地完成了表演 没有对手的 只有直接给观众 让观众看到你的内心 在说什么话 内心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用这种内心的一种很丰富的情感 通过几句念白 通过一个眼神 用一个表演手法体现出来 为了完成这个表演 林彦云总是要等到中午午休 或下午下班后 练功房没人时 他才开始排练 因为独处能让他静下来 让自己全身心都投入到 人物的情感中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次比赛 林彦云突出的表现 又让他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林彦云 他演这个卖油狼 他从这个人物的把握 因为他这种也不能太张扬 他是一个卖油狼 不能表演得 像一种身份很高大 他应该在叫小释放 他这次分寸把握得非常好 在这个人物上 除了这个性格把握得好之外 还有他的表演就是利用这个纹身 这个做工 他特别非常讲究这种飘逸的感觉 他把这个寒浪的那个表演 他都表演得非常好的体现出来 获得过四届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 金奖的林彦云 除第一次以扮演吴小生参赛外 其余的三届都以吻小生多得金奖 文文武武都好吧 觉得可以跟这些大剧种学习 然后提高我们自己的水平 让我们自己的东西更好地体现出来 觉得从我们这些年轻人身上 我觉得能够更好地去突破 就比较好 在潮剧的声行当中 除了上一期我们介绍